今年93軍人節 On 4-6 Day 國防部別出心裁 用心規劃了一系列精彩的活動 以馨 那你有沒有哪一段活動 是最印象深刻的呢 我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在台北101水舞廣場上 舉辦的能戰嘉年華活動 現場不但有互動體驗攤位 義工隊及陸軍樂隊的快閃演出 而且還有超大型的乖乖扭蛋機 吸引了許多大小朋友前來參與 沒錯 尤其在陸軍樂隊 邀請大小朋友一同共舞時 現場的氣氛可以說是 漲到最高點 相信當天民眾 透過各個攤位的互動與體驗 一定也增加了 對國防的了解與支持 你說得對 居民同心 守護家園 當民眾與國軍的距離越近 越認識國軍 不但能形成一股強大的支持力量 同時也讓敵人離我們越遠 話不多說 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 今年榮耀93 還有哪些精彩的系列活動吧 另外一個小朋友 我們會不會在一起 懸命 空派 我們會不會在一起 我們會不會在一起 再加一集 我們會不會在一起 升 空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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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3日军人节 是属于中华民国军人的日子 同时也是全民国防教育日 每年的这个时候 国防部都会举办各项系列活动 庆祝九三军人节 日前三军统帅赖清德总统 也主持军人节 即全民国防教育日表扬大会 逐一颁发国军楷模 及模范团体主观 对表现优异的国军官兵们 表达肯定与加冕 各位的表现都让国人知道 国军就是守护国家 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最重要的力量 因为守护国家安全 捍卫国家主权 每一位国军 每一个单位 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 我要在这里 代表全体国人 感谢每一位坚守岗位的国军弟兄姐妹 台海的和平稳定 是全球安全与繁荣不可或缺的要助 台湾要当和平的舵手 我们会秉持四个坚持 共同守护我们争取的民主自由 坚持捍卫国家主权 守护台同金马 让台海和平发展 而靠实力达到的和平 才是真正的和平 我们会持续提升自我防卫能力 让事件看见我们军民一体 守护国家的决心 因此明年度的国防总预算 将会持续增加 我们除了要持续强化不对阵战力 也要让国军得到更好的训练 装备和照顾 成为更精实现代化的钢铁境遇 我也要感谢每一位 国军官兵的宝券家族 因为你们的支持和包容 才能够让国军没有后部之忧 严厉守护家园 在去年担任的演讲期间 代理部七联进训复兵兵的基地 也完成了三军联合作战 训练策考的任务 荣获优异成绩 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 这份荣耀是属于 不欺怜所有默默付出的弟兄们 我们在平反的岗位 创造出不平反的成绩 是我们对国家最好的回馈 未来不论是在担任参谋子 还是领导职 我都会持续精进本职学能 发挥所学 将这份经验传承下去 持续为国家尽一份心力 到台北宪命队历练 督导长职务 两年六个月期间 我执行过各种特种警卫勤务 以及国庆元旦等国家重大任务 这都是锤炼我成长的养分 也使得我本职学能及领导统预 大幅的提升 未来 我将继续持续在 成为军官及士兵兼 兼顾的桥梁 发挥跟我来的精神 带领所有士官 完成各项任务的挑战 并且发挥 先兵军武之师 及终身的疾风 很感谢我的付出 可以被各级长官看到 可能在外界看来 现在的国军 还有很多需要进步的地方 但是从上到下 我们都试着让国军 可以越来的越好 更健全的制度 更充实的训练 也可能我们进步的速度 不是很快 但是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们 多一点的支持跟鼓励 让全体国军付出的辛劳 跟探水给你们所收获 国人的支持 就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 身为队长 想借由今天军人节记者会 跟同仁们说 嗨各位伙伴 这份荣耀是属于你们的 是大家齐心齐力的成果 大家专业的素养 以及无私的奉献 是我们成功的基石 此次能够获得模范团体 不仅是对于我们过去 努力的肯定 更是一种激励 本队会根据保持 机密 安全 便捷等优良传统 以更高的标准完成各项 战备及飞训任务 迎接未来的挑战 赖总统也在会中 颁发全民国防教育 杰出贡献个人团体奖 进军模范及后备辅导干部凯模 感谢得奖者对国防的支持与贡献 我相信只要军爱民 民进军 我们国家的安全屏障 就会越来越厚实 因此 我要向所有爱国家 挺国军的社会各界 表达诚实的感谢 希望大家和政府一起 继续当国军 最坚实的后盾 我想我们全体国军的官兵 我们都不怕辛苦 不怕执行任务 只要能够得到 国人同胞的一个肯定跟支持 我想一切的辛苦 都是值得的 那168舰队接续 也都会持续地去推广 这个全民国防的教育的 相关的活动 来凝聚全民的向心 强化国防意识 以及全民国防 来应对国家的各种安全的风险 我过去一年 其实是在苗栗的 昨天高中任教 那人获得这个个人奖 并不是我个人所得 是整个团队帮帮我 从校长到主任 到各个处事之间的合作 我一直在思索 就是什么是适合 学生的国防课 为此会办理的营区参访 然后学生实弹设计 国防教师的专职的研习 还有想要将学校打造成一个适合 我们的岁月静好 是因为有你们的服众前行 在国防部跟 政战局文宣处的创新支持下 让乖乖能以不同的方式来 相同国军 那我们也能够希望借这个机会 把乖乖平安顺利的信念 传达给在陆海工 保国卫民捍卫台海自由民主的国军们 然后跟全体的人民一起 庆祝九三金人学 向国军制造最敬礼 庆祝九三的系列活动中 国防部今年也在台北101水舞广场 举办能战嘉年华活动 现场设有多个互动体验摊位 并安排空军官校轻音乐社 演唱流行歌曲 陆军乐队在广场带领民众 随着乐曲起舞 与国防部义工队 Yes, We Can 舞曲 带动现场气氛 透过寓教娱乐的方式 提供多元接触国防事务管道 拉近军民关系 吸引许多大小朋友到场 以行动支持国防 我觉得可能让大家对国军的工作 更了解一点 然后也能够在进去之前 先知道国军大概是在做什么 而不是只有很单纯认为 就是军队现在的部队 很电子化 很科技化 所以很多东西其实 跟以前观念可能不太一样 另外 今年在庆祝 九三军人节的系列活动中 国防部也获得 中华职棒各球团全面支持 由官兵代表带领球迷们高唱国歌 同时邀请国防部部长进行开球 与官兵及眷属进场观赏球赛 展现国军捍卫国家安全的决心 也为争取荣誉的球员加油 同时希望国人 持续为守护国家的国军加油 感谢国军就是随时的守护我们 让大家可以安心的从事各项娱乐活动 就是希望所有的国军弟兄 大家都加油 我们一起展现出最好的战力 然后可以让我们所有的国人继续安心 然后让我们的敌人不会越雷时一步 第一次就是来参加这个阿米爬的活动 然后看到就是前面的巨幅国旗的表演 还有战鼓的表演 就觉得很震撼 因为之前也没有这个机会 接触到这么多军人这样子 希望大家一起进场 为球队跟为军人加油 除了中华职棒外 社会各界为了展现 对国军官兵的敬意和感谢 多家国内知名厂商 参与企业进军活动 在十一住行方面提供多元优惠 其中台北101 不仅在8月31日及93军人节当天 举行进军点灯活动 与台北101大楼北面外墙点灯 打上军人节快乐字样 并邀请国军楷模 模范团体主观等获奖者及眷属 一同登上89楼观景台 在台湾最高的大楼上 俯瞰这片欣欣向荣的土地 让每位官兵心中感到无比的骄傲 很荣幸这一次能够获得肯定 然后获得这个殊荣 那更开心的是 企业也给我们这个机会 让我们带家属来一同参与这个活动 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肯定 也让我的家人感到非常的荣耀 那我觉得我们国军在第一线辛苦 也谢谢企业愿意成为我们坚强的后盾 支持鼓励着我们 因为获奖是一种荣耀 当然我是蛮希望 他这一条军鱼 军鱼生涯的话 可以继续走下去 希望他更加地去努力 值得一提的是 国防部也在台北荣民总医院 办理93爱93公益活动 由三军呕头娃娃 军备局生产制造中心205厂 新战大队 陆军乐队 及政战学院等单位官兵 共同现身北戎93及92病房 搭配造型气球 与病童专属Q版电汇 让病童家属及医护人员 都获得满满正能量 露出久违的笑容 让他们能一同参与 属于我们的日子 也希望可以感受到 国军守护家园的决心 战胜病魔 国军弟兄们 每次到了军人节前夕 就会想起我们的孩子们 然后就会带来满满的爱 整个酒楼都充满的笑声 而且接着还会去看他们 让他们有深深的 受到光怀的感觉 也可以给他们 许多的希望跟力量 让他们往前走 九三爱九三 祝宁 九三荣耀 不仅是军人的日子 更是属于全国民众的日子 希望借由系列活动的举办 让民众更加关心国军 支持国军 进而提升国军形象 弟兄姐妹们 以穿上军服为荣 更让军民同心 成为捍卫国家民主自由 最重要的力量与后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